好 看完比賽 接下來焦點回到到期這邊 儘管大谷翔平今天沒有任何安打演出 但跑出單季生涯新高的27次倒壘成功 並幫助學弟River Ryan拿下生涯 首勝 沒有錯 不過隔壁棚馬林雲的Savio Eros表現更狂 這位二連擊生不只是進仗了大聯盟生涯第一支拳內打 更是一鼓作氣締造完全打擊的壯局 到期太空人三連戰的最後交鋒 前兩場比賽都吞敗的藍帽軍團 總算以四分差距般回一城 Jane Salomon Gavan Lux 以及Tioscar Hernandez 三人相繼送上煙火鏽轟炸休斯頓 而備受關注的大谷翔平 儘管單場四支鈴吞下2K 但是九局上半選到保送 依舊用快腿倒上二壘 跑出本季第27道 同時也是生涯新高 不只當球隊後續靠著高飛先打天德保險分 更幫助這一戰先發的菜鳥投手River Ryan 收下大聯盟生涯包貴的第一場勝投 我只要重點在打擊1 一旦打擊1 我只要有很好的機會 如果我躲在後面 我會給他們有機會做到傷害 這已經是同樣的菜式 但我能夠在第一幾個輪圓圓 然後打敗我的盡力 這就是歷史的歷史 這很驚訝的感覺 幸好我能夠做到 幫助隊友勝出 2021年選秀會第十一輪 被教師選進的River Ryan 在小聯盟奮鬥了三年 才終於升上大聯盟 儘管七月二十三號交手巨人五冠勝敗 但生涯第二度先發登板的他 沒有再讓勝投的機會飛走 面對太空人主投五點二局狂飆八張老K 沒有任何自責失分 其中五局下半三類友人危機 River Ryan投出九十一點二麥 滾類版前脊墜滑球 三針掉的Loper飛了後正必怒吼 更是熱血沸騰 但是再怎麼神 今天大聯盟新人的版面 註定要給到馬鈴瑜二年級生游擊手 Savier Edwards 本來屬於機關槍型打者的他 交手釀酒人一局上半就炸了生涯手轟 讓他後續比賽決定幹大事 一雷安打 二雷安打 三雷安打相繼出爐 成為大聯盟時尚第八位手轟 完全打擊同天開張的球員 儘管球隊最終輸球收場有些遺憾 但也絕對值得紀念 對比賽一堆 比賽也有出現 但是我的錯誤 我最新玩具合作得很方便 然後就跟着它成功 我會很高尚 跟着了一個碰巧 自己一般 我會很高尷尬 所以我會很高尷尬 總之主持 Pars 我們都是在前面 然後在前面 後面其中一半 後盤打理工夫 然後他們都被人 那些動彈 我們 這很棒的個人 大家 和我們都最初的 最初的一個套小 Edwards本賽季出賽二十五場比賽 87個打擊中 繳出三成七九打擊率 三十三支安打 以及四成六二上累率 大聯盟生涯第二年 就締造無數球員徵戰多年 都難以達成的成就 也讓人更加期待 Savior Edwards未來還能繳出 什麼樣的表現 讓全世界棒球迷記住他的名字 YT 中的報導 繼續看到陽基的新同學 JS Tristan Jr. 迎來轉隊之後的初登版 而他五個打數 敲出一支安打 表現還可以 重點是他非常喜歡球隊的氣氛 沒錯 相信之下 隔一捧小熊的Christopher Morell 心情可能就是五味雜成 因為他是在比賽的過程中 得知被交易到光芒的消息 隨著大聯盟交易截止日 越來越近 各支目標季候賽的球隊 紛紛發起交易補強 陽基目前在美聯東區 還以一場勝差落後 給龍頭精英 因此找來過去效力 馬鱗魚的明星外野手 JS Tristan Jr. 在這場初登場 面對紅襪的比賽 他腳出五之一 跑回一番 談起正式成為 條文君的一員 只有興奮 而同一時間希望爭取國聯外卡席次的小熊 也跟光芒達成協議 用Christopher Moreo在內的三位球員 換來明星內野手 Is that Paredes Moreo在這場跟皇家的比賽中 起初還是先發上陣 但確定離隊後 便被換下場 跟隊友擁抱道別 儘管有些殘酷 但小熊球團也解釋原因 沒有人的強迫 畢竟是有些相當的 競爭 wire 這場的明星 在這場中 是很難的 比賽中 有些人 是很難的 確實 是很難的 國人 是 你們有些記憶 都很難的 在這場中 在這場中 會上都是角落內野中泡 但Predis本季有十六紅輸出 搭配兩成四五的打擊率 比雖然有十八紅 打擊率卻不到兩成的Moreal穩定 或許也是小熊有動作的原因 另外交易市場還沒結束 本季表現倒吃甘蔗的巨人 賽洋左頭Black Snail 不只吸引上述小熊 洋擊兩對興趣 前東家教師也有意再次網羅 藍鳥的日記 左頭橘子雄心 也有傳聞會改批雙城戰袍 究竟還會有哪些大風吹 Show me 都等著看 VRTV台綜合報導 追了過去 Nice play 但這個球真的也是接得相當的漂亮 判斷的相當準確 第一球就出棒 有沒有機會 張玉成反手 Nice play 接殺出局 判斷的速度真的是快 原本以為要成為一隻德州安檔 但是半路就看到張玉成殺了出來 滾地球三雷手 來著之後跪在地上船 Nice play 這個play厲害 地上船 通常我們看到這個大概都是 二遊會出現的動作 而且是 這棒打的又是噴太高 球還在飛喔 看著球這一次 上去 喔 可以喔 開轟了 這個這樣追 直接追一分 先追一分回來 對 真的喔 馬上開心起來 可以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看完了終止好球 要繼續關心忠信兄弟的詹子嫻 近期出席Sketchers快閃電活動 不只擔任一日店長 和球迷互動簽名 更是來著不拒 好 詹妹除了分享最新的鞋款之外 也談到近況 尤其近期擔任第一棒 有亮眼的表現 有機會扛起球隊 核彈頭的角色 最近幾年超級英雄電影不斷 生活周遭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 而對於熱愛棒球的球迷來說 支棒球星就是他們的超級英雄 效力中信兄弟的詹子嫻 擔任運動品牌Sketchers 快閃電的一日店長 除了跟大家分享最新鞋款 還要透露自己最喜歡哪位Superhero Sketchers跟DC展開跨界合作 不管觀眾朋友 是超人派還是蝙蝠俠派 或者是跟加妹一樣崇拜水星俠 都沒有關係 Sketchers依照正義聯盟的五位英雄 分別推出五種專屬鞋款 讓喜歡超級英雄 又喜歡運動的粉絲 擁有多樣選擇 而在二十八號面對樂天桃園比賽 扛起第一棒的專狂 也因為三安猛打賞 多了一個核彈頭的帥氣稱號 場上的核彈頭霸氣十足 對決牆頭毫不畏懼 場下的加妹也相當勉腆 跟粉絲合照簽名樣樣來 稱職的扮演一日店長 Sketchers快閃電推出男鞋女鞋 連兒童鞋款也沒有遺漏 適合全家大小前往選購 至於沾黃的表現能否延續下去 幫助黃山君在下半季有所收穫 就請球迷朋友關注中華職棒 繼續鎖定未來體育台 未來體育台採訪報導